今天看了一个视频,贾平凹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 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 要实打实的写作满十个小时 说写作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 必须得实时的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技能 就像我来说,我开了一个晴行 我的技能就是教学生Tandroid 我现在要求自己每天练习谈 其他的时间必须实打实的两个小时 安身立命的东西才不会丢掉 让我可以在经营晴行 开晴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所收获 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投入